这个非洲的哥们叫肯尼迪 今年21岁 如果我告诉你他的梦想是打NBA 你会不会觉得他在搞笑 他来自非洲喀麦隆的巴门达 那是一个你随时在球场上都需要趴下来夺子弹的地方 炮火连天日夜不断 可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依然坚持每天训练每天打篮球 没有正规的场地 他就在水泥地在沙地上练 没有篮筐 他就自己做一个简易的球框 没有球鞋球袜 他就套上一层塑料袋 穿着破了一个又一个洞的鞋继续练 没有健身器材 他就自己去做 他扛起时装 拿起体练 夜晚没有灯 于是他点上蜡烛 拿起篮球 做自己的光 没有队友 他就带着周围的人一起打 他教小朋友打篮球 他希望处于水深火热的孩子们 可以成为下一个非洲走出去的巨星 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座右铭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叫做行动 对于肯尼迪而言 目前被战乱包裹的故土家乡 像是一张无法扯开的网 让人窒息 让人恐慌 让人不安 让人逝去光亮 而蓝球是他唯一的卫健 像安全屋一样 让他轻松 让他平静 让他安心 给他一希望 他用日复一日的爱和坚持 写下对无常生活的反抗和不屈 就像王尔德曾写下的那句话 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 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传着眼泪